你看看油股可否低入和是否一个收息股的推介 如果你说收息股 油股也算是可以考虑的 特别香港这几个油股 始终他们要维持一个派高息的方向的机会是很大 特别可能版面看到海优 其实之前业势也说了 这三年都保证了派息比率 你计算股息率 平均也有可能6厘留上 其实是从一个收息角度是可以考虑的 但问题是否在这一刻入场 我觉得这些位置来算是会等一等 如果你完全没有货 因为真的不用特别急 因为如果货收息之前都除静了 你这一转也没有份 你要等下一转也有时间 所以真的不用特别急 而我想当前股价走势 这直接看着油价 油价当然昨晚软了一点 但其实近期油价是开始反复一点 甚至乎从高位计算是跌超过两成 技术上也严格是一个红市的情况 当然我不是预期油价会大一点 但会比较脱一点 已经不是从过去半年只上的角度 其实之前也说过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买油股 就不会觉得像之前那样 一买完就觉得有得上 不是这种玩法 所以就留下才慢慢吸 去中线收下息感会好一点 譬如如果真的想入第一转 我觉得现在海优看着9.7 100天线的位置 因为它严格守着上升趋势 就是100天线 因为过去几转 跌一跌100天线都上回来 所以我想你这刻都是看着 这个位置做第一个入市位 97 如果你说入市不下跌 当然好 但如果再回来 譬如去到9.2至9.3 才慢慢加多一点 这样会合适一点